好 我们来讨论2.2a的这个HCF 我们最高供应式的这个题目 那首先17a 17本身是直数 17a 然后50a的话呢 你自己再 你再稍微的去看一下 50a它的5加1是等于6 也就是说它可以除以3 如果我们除以3的话呢 3一3 剩下21的话 7321 其实就是说 50a本身呢 它是3乘17来的 所以也就是说 它的供应数应该不是3 应该是17 因为上面的这17没有3 它只有 它有17 下面也有17 两边有个我们才可以拿 注意 所以它应该是17a 是那个最高供应数 最高供应数 OK 这里要注意了 像这一边的话 我不鼓励用这种短厨法 毕竟 毕竟其实 你其实这样子看出来 你必须要 你要看出来 它要除以什么的话呢 应该在 就是变相你其实已经知道了 它的那个最高供应数是多少 OK 所以其实是这样嘛 我把8换成2的三次方 然后呢 ab平方 10的话呢 是2乘5 2乘5 然后a的四次方 b的三次方 所以呢 2呢 我们要拿一个 a呢 我们要拿一个 b呢 要拿两个 所以我们就会有2ab平方 这边其实应该越减2应该得到5了 不然有算10的话 你还可以再数2的感觉 OK 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 2ab平方是正确的 还有再看这一题 9x平方yz 然后我们把9换成3的平方 把8换成2的三次方 然后呢 我们再做一下对比 数字方面 数字方面 一个是3的平方 一个是2的三次方 其实它并没有公平式的 对吧 只有xyz来讲 x平 我们x应该是要取平方 x应该要取平方 y应该要取 低的次方 也就是1次方 z应该要取1次方 所以这边呢 应该是选错了 对 选错了 so 8其实并没有的 23次方并没有选 还有 y不应该选3次方 应该选比较低的那个 1次方 OK so正确来讲 应该是x平方 yz 才是他的hcf 还有这几有乐的 14呢 他把它换成2乘7 没有问题 724 a平方b 然后呢 42来讲呢 7就是42 但是你要注意 我们的6期是什么 6期 不是 不是直数 所以他可以再拆成2乘3 对吗 2乘3 过后呢 这个28呢 7次28 4 变成2的平方 然后呢 a平方b平方造写 所以你会看到 其实我们三项都有2 有没有 啊 啊 其实三个都有2 三个都有7 然后呢 a要选b次方b要选b次方 所以这题应该是14ab 不是7ab 啊 因为你的你的6忘记把它拆成2乘3 所以看不出来 其实6本身里面其实是有2的 ok 所以这边你要注意一下啊 小错误啊 不过 呃 所以感觉上啊 应该是 get out了 只是说你们在对数字 不够敏感而已啊 那我们12啊 理论上来讲12是 4312 4-2的平方 哦 我们变成12的平方乘3 18是 2乘9嘛 啊 就是2乘3平方 所以2我们要选一次 3我们要选一次 这一边有 两边都有x 啊 选一次方 y的话呢 有一边没有 然后呢 x加y两边都有 所以最后你的解呢 应该是6 因为一个2一个3 好 2乘3得到6 6x乘x加y 好 这个答案 选到是正确的 好 选出来是正确的 呃 其实也不用这样子画 啊 啊 你主要是把那个 呃 只要确定它已经是014分解 好了 过后呢 我们数字跟数字对啊 3跟5 两个都不需要选 a 一边有a一边有b 应该也是选不了 然后a-c我们选一次方 所以我们的这个平时呃 那个 hcf是a-c啊 就大概是这样 过后呢 我们的 哎 这个不对哈 注意哈 c平方减低平方 我们叫做前平方减后平方 我们叫平方差公式 平方 呃 后减对吗 平方差我们叫平方差 平方差公式呢 是可以因此分解成 前加后乘减减后 啊 c加低跟c减低 过后后面那个是有c乘c减低 所以它的hcf哦 啊 公同相对只有c减低一项而已 啊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来看的啊 再来第八题 x平方减2x加-15 呃 应该是因此分解成什么呢 x减5吧 x加3 3 减5加3等于负2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久了 然后可以 呃 可以交叉成哈 心算的了 啊 不要每一次都 都要写那个 差 尤其是x平方的西数 是1的时候呢 应该是不太需要 呃 做那个呃 呃 指示的 OK 所以像这边x平方猜成xnx 18要猜成两个数目 然后这两个数目相加等于9 6 38 6加3得到9 对吗 加6加3 所以你看这里x加3 这里x加3 我们相信这里应该也是会有一个x加3 啊 如果是加3的话呢 这个应该是减10啊 对不对 减10加3是不是负气啊 也对了 所以最后呢 你的这个最高功率数呢 应该是x加3 OK 啊 这样子来做哈 你的数分解好像也是啊 掌握到不太好 掌握到不太好了 还有在这一边 呃 你可以把那个b平方 你全部 全部b去掉呢 基本上是a平方-a-2 所以我们就会有a-2 a加1 有没有 所以你再把 补一个b在后面哈 就大概是这样子啊 第一次他可以这样子来应试分解 a-2b a加b 那你交叉就会有-ab -2ab 加ab 得到-ab 大概是这样子啦 反正这个也是应试分解 交叉成的应试分解的那个一环 再来这一边应该是a加2b b 乘a加b 啊 就会得到 2ab加ab 得到3ab htf 共同向 也就是a加b 啊 就完成了 啊 没有很 没有很复杂的东西啦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呢 a平方加b平方加2ab 这个其实就是前平方加后平方再加两个前程后 所以应试分解变成a加b的平方 这边a加b的三次方他已经做了 再来这一边呢 啊 你把a加b抽出来 剩下a平方-b平方 过后呢 再应试分解成a加b乘a-b 啊 就会有两个a加b 啊 就是a加b乘a加b 我们写成a加b的平方 然后还有一个a-b 这个就不写啦 这个不写啦 过后你再发现到呢 a加b是共同向 对不对 然后呢最低次方是平方 所以他的hcf哦 应该是a加b的平方 就就可以了 啊 a-b只有这项有其他的都没有 啊 当然过后我们会学lcm lcm的话呢 就会是a加b的三次方 乘上a-b 只要有其中一项有 我们就拿 啊 就接下去下一个小节 我们就要看lcm了啊 啊 啊 好 就是lcm了 我们啊 等下再看啊 lcm的部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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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